新年看到说短短不到一周 倒是看到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是先抛出了海峡两岸一家亲 然后接着就是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 在《求是》杂志当中撰文表示说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政治的基础 不可逾越的红线 再来又看到了刚刚提到 宋涛更提出了实际的做法 所以我们从中方的三位领导 这三个对台工作的主心股 他们所发言的脉络来看的话 大陆新的对台工作指挥系统 有什么样的特征 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王毅在《求是》这篇文章 加上宋涛在两岸关系上的文章 要放在一起来看 那基本上来讲 它是对外跟对台 它是基调是不同的 对外是硬中带软 那么对台是软中带硬 那对外当然主要是要划出 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的一条红线 所以他这个里头 当然就是一再强调说 这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但是他在这个里头 他还是写了一句 他说要让大家看到那个 可敬可信可爱的中国 所以其实他在对外强硬的过程里头 他在所谓捍卫他核心利益的过程里头 他还是要有一点微笑公式的 那个元素在里头 那对台是软中带硬 你看宋涛整个行文下来 两岸一家亲也好 或者是这个融合发展 心灵气和 这些习近平时代最软的用语都用上来了 特别是我有注意到 他讲的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就有一段时间 大陆在讲到统一的时候 他只有讲祖国统一 推进祖国统一 推进统一进程 但是你看宋涛的文章 他只要谈统一 一定是谈和平统一 就是有意为之 而且这一次媒体特别去算了一下 总共提到七次和平 对 那但是在这篇文章 他还是有一句 有一词叫做粉碎台独 这是我刚刚讲的 软中带硬 所以对台软为主 对外硬为主 但是这个里头只看到 大陆对台政策的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是军方的那一手 解放军的那个动作 解放军的这个动作 并没有因为对外或对台的软或者硬 而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注意到 其实在习近平发表了新年谈话之后 解放军就大量的这个军机军舰 穿过这个海峡中线 甚至是逼近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进入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热点 热点区 所谓的禁航区 那这些其实都展现了他的一个 现在的这个对台政策的一个特色 就是呢 不管他对台系统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 那当然是他解放军的这一手呢 他是不会停 他会持续的在施压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有战略上的意义 他不但是可以操演 他未来面对台湾情势的一个应变的方式 或他采取主动攻击的方式 同时他也可以瘫痪台湾的一个抵抗的意志 或者是混淆台湾对于对面来 对面军队移动的这种判断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事 就未来对台方针 当然还是会以习的意志为意志 那但是习的意志就很重要 就是我想请到委员 就是应您的观察 那未来就是说只会更硬 没有最硬就只会更硬 还是说呢 像刚刚老师有所研判的 继续的软中带硬的方式一步步的逼着台湾走向谈判 我觉得中方在理解这个问题是认为 两岸问题已经 美国已经介入了 所以基本上是中美斗争的议题 那如果台湾继续配合当美国的棋子 那中国大陆的底线思维就浮现 那底线思维就是备战 所以你台湾如果步步一趋 都配合美国的动作 那他那个底线思维就会逐步的往上走 比如说我随便讲 你如果让美国布置中程飞弹 那我认为一定发生军事冲突 就看你做到哪个程度了 那至于你买布雷车啦 什么弹簧刀啦 那那个都是属于台湾境内的作战 那就算了 那是属于你自己的防卫 可是你如果配合美国做到一定的限度 我认为就会变成军事议题 因为我最近一直有在听到就是说委员 就是有在分析说底线思维的这个名词 就是这个其实是蛮迫切的 因为当如果出现底线思维 就像您讲说备战的话 那也就是说会一步一步的离战争会越来越近 我坦白讲我觉得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代理国家 都已经要采取底线思维了 比如说你如果是日本 你是澳大利亚 你是加拿大 你是台湾 然后配合美国对中国大陆做一些围堵的布局啦 我认为他不会示作 那如果是政治谈判上台湾愿意 来呼应宋涛讲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然后他也许可以跟你谈一谈 不然基本上这个问题就 我觉得他的架构就是这样了啦 就他也没有要停目前两岸的交流的机制 那既有的也都继续走 那如果台湾愿意谈 我讲的是统一谈判 那他就跟你谈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 他对台湾的政治谈判性质也不大 就看台湾怎么回应 看他愿不愿意了嘛 就看台湾愿不愿意 不然就是中美关系了 就不用这样 不过现在其实在两岸的局势 这么的紧张情况之下 当然除了军事除了外交 还有经济一个议题 我要请教世忠达兄这个 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总裁乔治爱娃 最近认为说2023年 美国欧盟跟中国大陆三大经济体会 同步的趋缓 那其中有个原因呢 就是大陆放弃严密的防疫封控之后 这个新冠疫情会快速的蔓延 经济短期会面临新一波的打击 对地区的影响也是负面的 而且也不利全球经济的成长 IMF之前也对台湾做出经济预测 去年10月他们是估算 2022年台湾人均GDP 可望是以35510美元的成绩 首度超越日本 把韩国也甩在后头 成为东亚的第一经济体 您怎么看这IMF的评估 好我想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IMF 他对台湾这边的评估 再来是他最近发表对全球的评估 他去年10月的这个评估 是认定就刚刚主持人所谈到 台湾会超越日韩 成为东亚的人均所的比较高的经济体 那当时我们各部位很高兴 国家会脸书就写了这段话 IMF预测台湾人均所的超过日韩 东亚第一 这是台湾近年来在国际变局下展现强大韧性 成长动能已经产生结构性翻转 好我想这是大家努力要给予肯定 可是重点在于IMF10月这个评估出来之后 我们的主记总处是有谈 根据他们的统计资料 在两年之内 台湾都不会超越日韩的人均所得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反差是什么 得回到去年10月 去年10月其实台湾的整个半导体还是独占凹头 所以不能忘掉 当时要评估我们会超越日韩人均所的背后 就是因为半导体 我们的1800家挂牌公司里面有800家是电子 这当中就是半导体的全职股 那直白来讲就是台积电 它驗到去年第三季 它的整个营收已经超过南韩的三星电子 跟美国的英戴尔 它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宝座 那你在这些一些重要的晶片 我们甚至市占是五成到九成 所以去年10月它估算这个 我们跑在日韩前面 原因就是因为半导体 就是台积电为首 但是现在要注意个警讯 我们才刚做个评估 就最新出来的一个状况 很可能半导体会是走一个U型的主体 这里面怎么走 就是2022年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二季 是整个半导体行业需求大幅的下挫 库存去化 那么到了估算今年第三季 就是第三季的上半段 才开始会有厂商陆续下单 但是整体你这样看这个节奏可以抓到 整个上半年全球半导体 应该都是看比较保守 比较审慎的 那第三或第四季到年底下半年 可能有机会反弹 但全年而言很大的不确定 那我们就是一个半导体的重镇 如果半导体走的是一个U型的主体过程 你可以想见大概对MF这个评估要有所保留 这是台湾的部分 全球部分我这么讲 MF我这个追踪20几年 它在全球所有的评估里面是最悲观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乔治艾瓦这次的说法当成是最糟糕的剧本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在MF出来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我们圈内叫做优异经济学家 他是看得很坏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下党最糟糕是这样的一个情境 那他当然里面提到有三分之一的经济体会受创 中国的疫情延烧会冲击到亚洲的经济 可是我觉得他最后有一段 也呼应了我几次在节目谈 他谈到了美国的就业 他谈了什么 他说美国的就业市场很强劲 所以预期美国的紧缩不会衰退 但后面重点 但优喜参办 这因为就业强劲 美国连总会维系紧缩更长一段时间 而这会是压力重重困难很大 那又回到说 我们如果关注这一波全球美国延展出来的通膨 造成全球各地经济 金融都是在很大压力里面 很明显的关键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 我今天再次用乔治爱华的结尾 来强调我这个观点 一定要密切注意美国就业市场的变化 要涉及到美国联总会的紧缩的路径图 而这个最后会影响到全球总经 台湾本身的经济 金融都在这个整个影响里面 所以还是要密切关注FED他们的 接下来这个政策 他们的走向 那其实经济的部分 其实不只是美国 这是包括中国大陆也是 在台湾也是如此 那台湾这边呢 其实未来的领导人 他也必须要关注到的是 我们的经济问题 这两天在台湾的最大的政治新闻 就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跟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要传出密会 商讨这个参选总统的事情 那么目前的执政的民进党 是由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参选的 可能性是越来越高 2024的候选人态势 现在也似乎是越来越清晰 几位来宾简单的回答 告诉我们就是您的观察 不管是蓝或者是绿或者是其他 2024不管谁是台湾的领导人 其实都不容易 特别是在处理两岸问题上面的话 要特别应该注意什么呢 多少时间 首先我想下一位的这个总统 在两岸政策上应该要寻求全民最大的共识 在推动两岸的事务上 第二个备战跟避战两手都要准备 而且都要有充足的准备 我们跟大陆必须要有能够直接对话的一个管道 如果没有对话就很容易有误判 甚至就可能走上意外的走上了冲突 所以政府对于冲突一定要有妥善的因应方案 那更重要的是要防患于未然 会员 我觉得2024年520就直接说 大概就是台湾最后一次对中国大陆释放出讯息 很重要 那那个讯息如果对不上 那两岸恐怕就是走上冲突的局面 不会再有机会了 因为我觉得而且对于美国不断深入台湾布局 要把台湾当作棋子的这样的趋势 那两位领导人不管是谁 他要在某些议题上说不 了解 宇兄 我是学金融的 我们其实在2022年看到 亚洲很强的一个市场是印尼 当然你可以讲很多理由 为什么印尼这个总金融和金融很强 但其中有一个比较偏国际关系 认为现任的左科医总统 他是有办法跟各个不同敌对世界的政治领导人会晤 这在全世界目前如此地缘政治高张 对立紧张 他是少数有这种卓越的手腕远见 那这左右逢源自然就造就印尼在这个紧张情势下水涨船高 把这个逻辑套过来 我觉得针对下一届台湾的领导人 他也应该要在美日中三大强权中间 去勤求一个平衡 求所谓台湾本身的左右风源 就是用印尼的逻辑套过来看 是可以掺着的 以上 简单来说和平真的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等一下回来就来看的就是 现在渴望和平到来的乌恶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文艺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